新加坡报约控股华文报集团总编辑林总, 联合早报总编辑吴信迪先生, 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大家晚上好。 恭祝联合早报90周年快乐! 这90年里,一路走来,早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并一直保持了它独有的地位。 今年早报为了报庆,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要知道,世界上现存历史这么悠久的华文报纸已经不多了。 早报是少数说果仅存之一。 希望接下来的90年,早报能立久米新, 在世界各大中文报排行榜上保存一席之地。 在新加坡,早报是本地读者最多的中文报。 最新调查显示,早报有将近80万个读者。 而看早报网的读者,也不断增加。 早报在亚洲地区备受推崇。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其他中文报刊或新闻网站转载早报的报道。 早报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功,有几个基本的原因。 早报从新加坡的角度报道和分析新闻, 同时注重我们华社的动向。 每天一翻开早报, 你就可以了解到社群的最新动态, 甚至一些划边新闻。 因此,早报有一批忠诚的、忠实的读者。 他是叫年长读者信赖的报章。 这些老读者伴随早报成长,目睹了早报的改变。 其实,想起来我也是老读者之一。 此外,较年轻的读者则希望看到不同于英文媒体的视角。 他们选择读早报,是为了从早报的分析来看新闻事件。 这些年来,早报帮助新加坡人了解国际趋势,尤其是中国的动态。 早报最近报道和解读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早报的报道,对三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做出了精辟的总结。 指出三中全会不仅涵盖经济课题,也包括了中国社会和政治课题。 我看,如果你读西方报纸的分析,很少注意到这一点。 都关注经济方面的建议,而没有注意到这个其实是涵盖性很广的一项大政策。 但是,长期观察中国的早报,通过简易的报道,比较并凸显了。 今年,跟十年前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议统,帮助读者了解三中全会的意义和重要性, 以及它对中国下一阶段改革开放可能产生的影响。 因为不然的话,读公报,不用说是中国的公报,甚至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报。 文字你可以了解,它的用意不容易抓摸,它的后果更难去预测。 但是,可以跟十年前相比,有一个大框架,我们可以知道, 十年前他们说的这些话,过后这一十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现在他们说的话跟十年前有一些什么差别。 那往后十年不能够预测,但是大概可以心里有数。 所以,这就是早报特别附加值的地方了。 海外读者选读早报也有他们的原因,主要两个。 首先,早报有助于他们了解一个位于东南亚国家的视角和观点。 我们的观点跟中港台媒体的不太一样,也不应该一样。 其次,早报提供客观完整和可靠的报道。 因此,这些海外读者想了解新加坡,想要动叉去动向,或者想要明白中国国情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早报。 可是,早报责任很重,除了负责新闻任务之外, 也在新加坡积极弘扬华族文化和价值观。 早报不只从平面媒体传播推广,也主办活动, 让本地各族民众认识和欣赏华族文化。 这些活动,无论是春岛河畔或者是华族文化节, 还是为配合90周年报庆在富康宁山举行的大型户外艺术饗宴, 酒、歌,都很受大众的欢迎。 早报创报90年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今天是小六会考,我看早报及格了。 可喜可贺,再接再厉。 同90年前创刊的时代相比,世界完全改变了。 媒体的景观也已经大有改变。 全球化和新科技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距离, 但也带来更加快速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 也影响了新加坡的社会和民生。 早报读者群的阅读和消费的习惯也已经改变了。 数据显示本地紫媒的读者已经达到顶限, 而读者年龄也越来越大。 现在读者兴趣更多元化, 而且他们希望看到更多不同的观点。 他们不只要知道重要的信息, 也对轻松的娱乐新闻和别人的生活点滴等感兴趣。 当然,名人的生活点滴最有兴趣。 越来越多人不看报纸, 甚至不上新闻网站, 只阅读朋友透过社交媒体给他们的信息和意见, 有些是真实的, 有些是假的谣言。 可是现在人们可以选择性地去看他们要看的东西, 去下载他们想要得到的资料。 不像过去, 有报纸把所有的新闻都送到读者眼前。 有骗记决定哪一些新闻应该看在头版, 你不翻开报纸都会看到它。 可是现在你不点击那个网页, 你不需要去看它。 所以情况不同了。 另外,读者要看更加精简的报道, 而不是长篇文章, 这一篇演讲肯定不几个。 因为Twitter或者微博, 140个字我已经用完了。 高超的大V, 他们140个字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 普通的人,甚至是一般的记者, 140个字要做一篇文章, 要阐述一个重点新闻来弄去脉, 并且每一天都要这么做。 没有这么简单。 另外一个挑战, 网上免费资料越来越多。 很多读者舍不得或者不愿意付费上网。 因此,他们选用汇集新闻的软件, 免费看网上新闻。 像早报之类要收费的新闻网站, 就面对压力了。 所以,新趋势提供了很多益处, 但是也带来不少的挑战。 新媒体的价值是使信息畅通, 让世人很容易接触和了解最新的资讯, 赶上潮流。 人们随隔天涯海角, 还是可以随时跟家人、朋友或同事联络。 每逢佳节可以在网上一起过。 同一个年30万,一个家庭可能在很多个地方, 但是都可以在平板电脑上至少遥遥相招呼。 感觉上是一家人在一个地方。 大家也可以为了某个共同的目标组织起来。 例如在菲律宾惨遭台风海燕袭击后的救灾行动, 通过新媒体很快地就组织起来。 而救灾团体也可以利用社会媒体, 号召资源人士募捐、筹备救济用品等。 而灾区缺乏了电讯, 没办法把网络传进去, 就成了一个很大、很麻、很棘手的问题。 父母亲两三天没有得到孩子的新闻, 就非常担惊孩子的生死成亡。 所以,新媒体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了。 与此同时,新媒体也带来新的挑战。 最快传来的消息,不一定是最准确的报告。 马上达成的共识,不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得到的结论。 大家看了帖子,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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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但是明天冷静考虑,可能错误了,太迟了。 还有,网民可以很容易地跟志同道合的其他网民组织起来, 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 你遇到的,你交流的,你觉得是重要的,只是你小圈子里的人。 可是社会是一个大圈子,要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达成共识,打破小圈子,非常困难。 所以,我要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新媒体被滥用,黑客的问题。 这个是全球性的,新加坡也不例外。 这几个月,其实这最近几个星期, 新加坡和我们的邻国都发生了黑客攻击的事件。 大家都注意到,学校的网站,我的网站, 我们红毛桥市政理社会的网站,你们的网站,大家都遭殃。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也不只是涂鸦的事情。 黑客行为是严重的威胁。 因为,除了恶作剧之外,黑客也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 比如,假设他们攻击打进了医院的管理或紧急救护系统, 造成停电或者仪器失灵,可能危害了病人的生命。 如果打进我们的银行金融系统,可以抽出一大笔钱, 或者使整个金融系统瘫痪。 因此,这种黑客上网做坏事的行为,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我国有法律来对付这些不法分子,严整网上攻击行为。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网络欺凌,cyber bullying。 这个在新加坡也相当普遍。 学生有时遇到,其实记者也曾经遇到, 因为记者报了使网民不愉快的消息。 在网上有系统大批人来攻击这位记者。 我听说有些记者现在有时甚至有预先的恐惧感。 写文章之前要考虑会不会被网民攻击,欺凌。 这个是很坏的现象。 所以我们需要用法律来制裁网络欺凌, 还有其他网上骚扰的行为。 第三个挑战是网上的辱骂。 英文也有特别名词。 华文辱骂,这个是传统的做法。 英文Trolling,它的意思不完全相同, 因为是更凶狠的作风。 网上应该是健康的讨论或者辩论, 因为谩骂经常变成不理性, 互相侮辱,攻击,不讲理的情形。 重点,不在于用户能不能达到共识, 同意还是不同意。 网上谩骂行为破坏了气氛和空间。 让认真要参与交流的用户无法加入, 污染了网络世界。 这种行为在生活上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 在网络世界更应该排斥否定这种行为。 网上谩骂之所以能继续, 是因为网上活动可以匿名。 隐藏身份。 面对面,你要这么对我说, 我会记得你是谁。 你有一个名誉,名誉扫地,是有后果的。 网上匿名,不知道是谁在谩骂。 大家以为逍遥法外没有后果,为所欲为。 是很不应该,也很不理想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 许多网站在全世界各国都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你让网民在你的网站上留言, 那留言榜就变成很多不应该有的话的黑板。 所以,有些海外网站就实行了一些安全措施应对。 比如说,规定用户在网上发表评论前, 一定要登陆YouTube、纽约时报就是最近的例子。 引起争论。 可是他们是崇尚新闻自由、发言自由、网络自由的。 但他们还是觉得必须这么做。 其他网站这完全禁止网民留言。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些谩骂的宣造和扎音。 比如,科学杂志的网站,Popular Science,就禁止了留言。 你要看可以看,你要乱写废话,请去别的地方做。 在新加坡的网上,不少交流是建设性的。 可是我们也看到谩骂连篇的网站和布告栏。 这个是事实。 我们必须遏制止这种恶行,这种坏行为。 继续营造安全有责任的网上空间, 鼓励网民做建设性的对话。 有一个例子。 《今日报》的网站,today,要求读者在留言前, 用面部户口登录。 他们告诉我,效果不错。 实行后,显然提升了讨论的素质。 因为这个是署名文章,不是匿名的空话。 所以,我看我们应该面正式处理这个问题。 政府将以身作则从我们自己的网站做起。 所以,从下个月,可能中旬左右, 民情联系组的交流网将要求用户登录。 我们以身作则希望树立一个好榜样。 即使这些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不容易解决, 不过新媒体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潜能, 大幅度地改善我们的生活, 同时减少它的负面影响。 政府今年对管制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条例做了协调。 例如,新闻网站只要达到一定的规模货和客流量, 就必须个别受到广播法的管制。 而新加坡注册的新闻和时事网站, 不可以接受海外资金的赞助。 这些都是行为规则, 都是运作的一些准则, 是必须有的条例。 因为自由是自由, 可是自由不等于无法无天。 政府会通过新媒体来拉近跟人民的距离。 几乎每个政府部门、国会议员都有面部, 包括我在内。 我不只有面部,我也有Twitter,也有Instagram。 为什么呢? 因为十多岁的少年人告诉我说, 面部是老人用的东西。 谁是老人? 二、三十岁的老人。 我们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们用IG,Instagram。 所以我也年轻的话了。 可是,现在过了一年多了,我的经验是, 这些是有效的渠道,可以直接迅速地跟人民交流。 有它一定的价值。 传统主流媒体,早报,也会面对新媒体的挑战。 而早报也必须调整运作方式。 早报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早报网。 早报网办了好几年,可以说是相当成功。 越来越多读者利用手机或平板电脑来阅读早报新闻。 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每天买早报,但是我从来不看纸报纸。 我看的是iPad的版本。 比较方便,国外马上可以得到。 国内下载更快。 那内容随时都在手边。 这个不是广告,这个是试试。 早报网,每天大约有400万个点击率。 其中新加坡和来自中国的读者最多。 因为读者群有新的需求,口味也不一样了。 所以早报就推出了两个版本的早报网, 把同样的内容,以量身定做的格式呈现给读者。 吸引新加坡和海外读者。 刚才林总就为早报.sg 举行了一个点击开幕余式。 所以推出了新的早报网新加坡版。 内容丰富,尤其是精辟高数字的评论文章, 别的地方不一定找得到。 想要用中文了解新加坡的人, 现在有多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我祝早报.sg 成功变成中文读者的最爱。 早报.sg 不会是早报在新媒体方面的最后一次的尝试。 因为科技在改变,社会在改变,口味在改变,需求在改变。 公民报道新闻,公民追求更精彩的互动媒体。 每个月,每年,情况都不一样。 科技继续迅速发展。 尤其宽屏和流动技术,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 未来会有什么新奇的电脑城市, 新款的随身基建,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没有人知道。 十年前,没有YouTube,没有Facebook,没有平板电脑, 也没有所谓网民当记者。 今天已经不同了。 十年后,没办法想象有些什么新的变化。 因此,早报不可能不可以松懈。 要继续紧更新的趋势,用恰当的方式把信息传给新一代的读者。 在内容方面,早报必须维持一贯的作风和原则。 适应新一代的读者的需求,可是不忘本。 我赞成刚才任君提到的,新加坡主流媒体一定要维持它的公信力, 同时也必须适应新的环境。 这就是早报,也是新加坡媒体的价值所在。 早报接下来的发展方针,我有几个提议。 第一,因为新加坡是个多元化的社会, 所以早报在报导时,同时反映社会上广泛多元的意见和人们不同的需求, 同时也要促进国人对国事的理解与共识的产生。 所以反映多元意见,但是必须促进共识。 不要深化鸿沟,不要加剧各种的矛盾。 早报必须能够掌握我国社会的动向及时代的脉搏。 把新闻、报导和评论分开,讨论时事要交代确实的背景。 所以报告新闻不只是把一些事实写出来, 报告新闻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观念,一个大背景,一个框架, 来阐述、分析、解说。很不容易做。 我觉得你们的工作是非常难做的。 我看到你们的成绩非常敬佩。 尤其是高难度的工作,每年财政预算案,或者是国庆日演讲。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准备我们的内容。 写稿,改稿,考虑,振作,准备一篇长篇大轮。 找报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了解,去翻译,去把它包装,去得到许许多多的公众的反应。 然后把它陈述出来,摆在一个平板上。 让第二天我们读报纸的时候,读了会清楚,会了解。 可能比听了更了解。 非常不简单。 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很重要的。 报导的方式也很重要。 因为你如何报导同样的新闻,同样的事实, 你可以影响读者的看法,甚至左右群众的反应。 尤其是敏感的课题,或者是容易情绪化的课题。 平衡的报导是维护新加坡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第二件事情,第二个提议。 早报在报导有关中国和东北亚局势时, 必须继续维持独立的立场。 从新加坡的观点去报其他国家的新闻。 早报的优势,就是因为你们是新加坡的中文报。 不然,如果你是跟中国的中文报,或者香港的中文报, 或者台湾的中文报,采取同样的立场的话, 我看你跟他们不可能有区别。 要胜过他们,更是不容易。 你的增值就消失了。 而你在新加坡扮演的角色,也可能被牺牲了。 因为你是新加坡的报者,所以你能够有这个新加坡的立场,去看其他国家。 旁观者请。 我经常跟中国的朋友交流,在中国或者在新加坡, 他们访问的时候,或者我去访问的时候,他们经常提到会上网,阅读早报, 看国际新闻,关于中国的报导,或者时事的分析。 有时候还是先看了早报,才看他们国内的报导。 所以早报的名望是很高的。 早报的可信度也已经是到位了。 早报必须维持,巩固这个地位。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全球影响的扩大。 早报很自然地,会更加重点地报道中国新闻。 而因为读者群量,中国市场会占早报业绩的份额更大的一部分。 可是,早报还是必须维持他的新加坡立场,以评论时事。 同时深入了解,但是也要保持抽离,呈现独立客观平衡的视角。 这样,可以维持早报,是为新加坡华社重要的支柱。 我知道早报很慎重地看待自己的责任。 不过因为这个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考虑。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谈新媒体,谈许许多多的改变, 也应该提一提不变的地方,自己提醒一下。 我想这个是有价值的。 第三,早报应该继续传播华著文化和价值观。 这对我国华社是很重要的。 许多早报读者非常关心华著文化在新加坡的地位。 我看早报交流版,经常有关于母语政策, 翻译数字和公共告示用语的语言等等。 这些来信和文章。 我完全了解华社对这些事情是特别关心的。 政府也正努力去处理这些事情。 协助保留及发扬华著文化。 例如我们在资厂或者在学校里推广母语。 我们在提升特选学校,刚好这个星期我就到圣尼格拉女校, 为他们的新校舍举行开幕典礼。 他们也组织了80年的校庆,比你们年轻一点点。 我们还设立了华著文化中心,也通过通商中国, 协助在中国创业的新加坡人。 所以这许许多多的活动,就是为了维持华语、华著文化在新加坡的地位, 能够继续发扬光大,能够继续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我们要做这些工作,需要有媒体的支持。 而早报一直大力帮忙合作,所以应该谢谢早报。 但是,就是要办文化传承的工作,也必须不断地更新,不断地与时俱进。 我们不能停滞在以往的形式,不然我们会失去年轻一代的注意力。 传统的很重要,但是表达的方式,各种形式,我们必须每年有新款式,新的构想。 每年都是春到合半,不过每一个春天都应该不一样。 在这方面,我知道早报不断改进寻求新鲜的角度和活动来传播华诸文化,吸引新的年轻的华人。 比如,早报响宴九歌音乐会里,就邀请了西月唐氏丛奏和昆曲艺术家查出了新火花。 所以必须要有新花样,在中国也有新花样。 因为中国传统的昆曲,传统的金曲,要维持下去是有的。 可是要吸引年轻人,总是有新的构想,新的表达的方法。 所以我们也必须与时俱进。 但是还有另外一点,那就是当我们保留华诸文化, 发扬华诸文化的当儿,要牢记,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 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大家对新加坡的共识。 不分种族,不分种族,把自己先当作一个新加坡人。 因此当我们维持甚至扩大自己族群的文化的时候,或者语言的时候, 请记住,我们一定要继续维护各群体的共同空间。 这空间是大家用共同语言接触的,那就是我们共同工作与英语。 这个是大环境,这个是我们国情所必须的生存的硬道理。 我们必须维持种族和谐,必须维持社会的凝聚力。 这个是完全不可或缺的。 和谐是一回事。 我们彼此不斗争,不摩擦,不冲突,是一回事。 这个是重要的。 但是,要有凝聚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如果我们不斗争,不摩擦,但是各举一脚。 这个是新加坡的华人,这个是新加坡的马来人,这个是新加坡的印度人。 各走各地,各自为政。 我看新加坡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必须维持这个共同的空间。 当然,发扬,传承自己的文化。 但是同时维持这个新加坡的认同感。 新加坡的identity,我们的地位。 我希望大家了解,维持一个平衡。 这样,大家可以平安的,幸福的,继续生活下去。 我们现在正经历媒体景观改变的一个大调整。 我们的规则和规范,还没有赶上新的现实。 其实,我们的人民的习惯和思想和一些条律,也不是条律,其实是我们的准则,还没有赶上新的现实。 而这个现实也不断往前跑。 所以,我们追上去,快要到了,它又向前走了。 我们又必须适应了。 但是,这个是必须做的事情。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会建立一个适当的框架,让我们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利益。 扩大空间,让新加坡人可以做建设性文明的交流,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与浮现,而不单是那些声音比较大的少数人的意见。 保护正当利益,利用新媒体的用户,而不受到网上凌辱或匿名的恐吓。 政府跟媒体都需要随机应变,做调整。 人民也需要随机应变,做调整。 我们必须不断地学习,再学习。 学习会运用新科技,掌握新用法,迅速顺应,而不变成数码落后之主。 我们也必须学习提高我们的数码智商。 学习综合掌握和了解多种不同的信息管道。 我们收到的信息有真无减,必须能明辨是非真假。 我有信心,早报会成功地与时聘尽。 再过90年,早报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不得而知。 但是,只要早报能够维护自己的公信力,借助作为新加坡中文报的优势,不断地自我更新。 我相信早报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中文报之林,并且读书于职。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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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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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